北京国际汽车展正在如火如图的进行当中,中国国际自行车展也在上海闪亮登场,将比豪华炫目的汽车展,自行车展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。 如今自行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代步工具了,随着环保和健康的概念的流行,自行车已经处于一种生活及时尚。 本届国际自行车展展出了很多国内外最新设计的产品和高端品牌。 这款采用纳米碳纤维技术的自行车,重量非常轻,只有五轻重,一根手指头就可以抬起来。 厂商还在自行车上配置了最新的电子变速系统,改变了传统的手动变速,这样使操控者能够更加精准快速的实行变速,在进行过程中享受刺激和快乐。 今后,采用电子变速的自行车将会成为主流。 由于国际油价高企与厂市道路公司,作为绿泽低碳环保健康的交流工具,自行车逐渐回归到人们的生活当中。 我国又是自行车大国,如何补扬汽车文化,宣传绿泽出行,倡导环保理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。 原来自行车是一种主要的代步工具,随着健康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被大家认同,自行车也正好跟这种理念相当其一种人缘。 本届展会还举办了国际机械运动单车大师赛,众多国际选手和国内选手同开竞技。 在站外攀爬赛和极限特技花式赛的五项比赛中一决高下。 另外,自行车创新设计大赛,国际品牌实际体验,也让观众全方位领略了自行车的内衣。 我们作为一个自行车的爱好者,认识了更多的自行车品牌,还有更多的自行车的零配件的东西,让我们在业余的生活中有更多的乐趣,有更多的齐心的装备。